主席王院長、吳院長、各部位首長、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請吳院長 三位,您好,謝謝 院長就任院長以來,立即反應名義提高行政效應的策略 在春節的時候,金門外保、返鄉,政府能夠共用所有資源,包括軍機、軍艦 以及上個禮拜的假先百年大地震的災害,我們國軍能夠第一時間進入再期 這些機器的作為,民眾都是熱烈的掌聲 尤其我們昨天,王部長一再地表示,以他的監守崗位,表示他不依法行政 還好吳院長能夠在第一時間上 因為昨天那個兵練,我看大家排山倒海 尤其是受害人,情情激憤,不惜以選票來抵制執政團隊 院長能夠在最快的速度來批准 王院長這種明快的作為 本席表示敬佩 本席有兩件事情要請教院長 第一個,就是昨天院長那麼快決定,就王院長請辭的一個批准 那是基於選票考量還是基於什麼樣的一個考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因為最近一連串 是楊書長的請辭,吳部長的辭職核定案 是不是院長有沒有會做人事調整的這個考驗 請教院長 謝謝張委員,剛才對我們行政團隊的肯定跟鼓勵 現在報告有關法務部,王部長 在昨天先用電話 今天早晨正式的書面 是以近日因死刑犯是否執行 及廢除死刑之問題 引發爭議 給軍長、內閣及社會帶來困擾 甚感不安 恳請準辭法務部長一職 昨天晚上我接到他的電話之後 我告訴他說我原則上同意 那我還要跟總統報告 後來我就電話報告總統 總統也同意我的處理 然後我就回答給王部長 並且同時打電話向我們立法院王院長 跟相關的這個首長委員 來提出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對於法務部王部長 他過去在任內的表現 包括對於監索設施的改善 跟人犯的關心 以及對被害人和其家屬的各項的關懷跟協助 以及對聯合國兩公約的我國的簽署 跟推動 都盡了非常大的力量 並且對於聯盟政治人權的保障 王部長都有非常令人肯定的作為 不過在這件 死刑是否廢止或死刑犯頁已定驗 並且走完一定的這個程序之後 必須依法行政的問題 他覺得兩難 一方面我們也尊重他 對於廢止死刑 他所努力推動的這個意願跟決心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死刑犯在我國 這樣一個法治的國家 死刑犯定驗了 並且已經走完 包括請求釋憲 是不是有違憲之餘 或走非常上述 是不是能夠重新再審等等 一切的程序走完之後 那就應該依法行政 所以這中間 他個人覺得 在個人的理念 跟依法行政的職責 有兩難 難理兩全 所以他選擇 離開這個職務 我們也尊重他的這樣的選擇 並且對於他這樣的一個決心 要表示肯定 另外有關的行政是否 包括衛生署人事的問題 我們目前還在衛留楊署長當中 因為楊署長勇於認識 尤其他瞭解到 以當前的健保 當各項改善健保財務的措施 都盡其最大的努力之後 他希望健保費率 能做適度的調整 那現在只因為兩個 還有一點不同的出入觀察 第一個就是 是否用單一費率 或差別費率 他個人能有疑慮 第二個就是 對於奇掌點的這個看法 還有一點跟行政院當中 有待協調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 在技術上是可以克服 只要我們健保 盡最大的努力來改善各項的缺失 然後勇敢的推出二代健保 更具公平性的這個目標 那在這個銜接過度的時期 我們推出一個能照顧到國家 絕大多數的人的公平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針跟目標 應該是可以協調 所以我依然還在誠摯的 希望楊署長留在政府 繼續為推動二代健保跟健保的改善 以及其他公共衛生的政策 維護人民的安全 繼續來奮鬥 謝謝 謝謝院長 那還有 這院長上面 這個在網路十大票選 名院之首 這個 明清人對於 房價的飆漲 院長雖然積極的提出 平價青年過宅的這個計畫 在捷運A7站的旁邊 要提供一些土地 來解決這個平價住宅 但是本席擔心 這個 第一個 這一塊地 它是深地 深地 就是說 你目前的話 並不是可以做住宅的建築用地 那事實上 精華氣的地下是貴 精華氣 所謂的精華氣是都會的精華氣 精華氣的房價是高 但是本席發覺在政府開閉的新市鎮的地區 比如當來新市鎮 高雄新市鎮 它事實上還是很多政府擁有幾十萬坪的住宅用地 那為什麼 蛇 目前已經開發完成的地 不馬上來新建 是不是這樣子比較快 因為 這A7的土地 它是深地 那你深地 從頭到尾要經過這個計劃核定 多數計劃 山坡地開發計劃 以土地區段徵收等等 以及地上物財族 新社區公共設施的施工 以及到土地的分配能夠建築其他執照 新建完整分配給老百姓 那院長打算102年要把它完成 那本席說為什麼你不在新市鎮裡頭解決他的交通問題 這交通問題解決的部分 而且這個是可以掌握的 那房屋要在深地 在A7 103年做得到話請教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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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善房地產 都會區房價過高 讓很多民眾萬物心探 這個問題當然要多管齊下 而且 中南部很多地區它的房價並沒有過高 這個問題 反而是購買力 還是不足 要努力 那對台北都會區的房價過高 當然必須採取的方式 方法一定很多 不是單一的方法 所以A7 正是因為有機場捷運 這是一個新生事物 所以當它變成距離台北市中心 距離這個機場都很近 而且面積又足夠大到半區段征收 可以同時規劃產業發展區域 專用區 引進產業進駐 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 同時又可以透過區段征收 政府長有大概15公頃以上的住宅區的土地 還有發還給這個原地主 依照區段征收要發還的 也在數十公頃以上 我想將來推出的住宅 也可以有相當的供應 這樣可以舒緩 至於您關心的淡海巡視鎮 目前大概就缺少大量的產業的進駐 使得為數達數百公頃以上的住宅 或者產業園區 目前仍屬於比較半荒廢的狀況 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所以三管要齊下 跟張委員報告 第一,希望能夠引進大的產業進駐 第二,對於現在捷運延長的計畫 已經請交通部開始進行規劃設計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當產業進駐跟交通動線便利化的捷運延長 同時進行規劃設計的時候 那會產生激勵的作用 然後等到這兩個比較成熟 可能願意到淡海巡視鎮來買住宅用地的人會增加 我想這樣就三管齊下 希望也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請問開始也在積極的進行 那今天再請教 就是都會期 都會期警察的請務 我們發覺都會期尤其本席 也在選期擔任資安協情的義務名利之一 發覺都會期的警力 非常的不足 而且他們危險性高 而且他們的勤務相對的非常寬重 而且邊主力也不足 所以很多很多都會來請託的時候 他假如兩年以後 新進人員兩年以後 大部分都要往鄉下或偏遠地區 這裡頭第一個 偏遠地區的勤務比較單純 第二個 相對因為在都會期 家屬一定要租房子給他住 房租他們負擔不齊 第三個 生活費用的降低 所以也引發優秀的觀景 他們都往 郊區在外調 因為相對他們也是 至少 錢相對多 離家近 但是都會期的這個勤務非常重要 是如何 我們行政院內政部 如何是能夠 在加發 都會環狀地區的危險 勤務加急 把這些人才留下來 這個勤務院長或部長 這方面如果 來補救 感謝張委員對於我們 警政業務的關心 那張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都會區跟偏鄉地區 勤務的繁重程度不一 這確實是目前的情況 那麼以我們警察同仁來講 許多人都覺得在都會區勤務是比較繁重的 物價是比較高的 所以基於這兩個因素 就比較容易希望能夠申請到偏遠或離島地區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那就是我們警員的這個來源背景 大部分是從中南部 或者是華東地區出生的這個青年 錄取我們警員居多 所以對他們來講 又有另外一個返鄉 離家較近的一個因素 考量在內 那針對這個情形 我們其實這幾年來也一直希望 能夠爭取對於都會地區勤務比較繁重的警員 能夠給予他們某種家籍 那按照目前的辦法 當然我們國家是有所謂的地域家籍 這樣的一種項目可以去爭取 那過去地域家籍通常是適用於偏鄉跟離島 認為那是需要鼓勵人家去的地方 但是以我們警察勤務的分工來講 反而是在都會區勤務比較繁重 所以我們現在正考慮用都會區勤務比較繁重 這樣的一個假期的方式 來爭取我們警察同仁的意願 能夠願意留在都會區 或是往都會區裡面 來發展 那感謝委員這個事情上的關係 那請問部長 這個作書 什麼時候能夠付出書書 我們已經提了方案 向人事行政局來爭取 希望能夠編列這樣的一個家籍 也希望我們行政院能夠支持 還有啊 台北縣人口 尤其是這個 你讓人口特別多啊 警力啊 編制啊 比台北市少很多 是 是不是趕快啊 就把它補足 是 我們知道台北縣啊 甚至比台北市可能 所缺的這個不足的編制能力還要更多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 現在把全國各個地方所缺的這個能力 做一個統籌的全盤的整理跟規劃 希望能夠在未來幾年幾年裡面逐年的編制能力 好 那謝謝 以這個其他的時間問題啊 所以改用書面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謝謝